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提到的 斷照 壁膜斷照裡面 膜子的設計的問題 從你的壁膜裡面 那個材料你在斷壓的時候 那材料的流動 然後呢 大概再呼吸一下 這是我們的胚料 對不對 我沒有提過說胚料 就是你的原料 原料呢 一定就是怎樣 管狀的 不管就是怎樣 可能就是斷面是方形的 長方形的 圓柱形的大概最多 圓棒 所以你要選一個圓棒直徑最合適的 切成你要的長度 那你怎麼去決定這個東西呢 這個就是一個 很多的 rule of sum 在裡面 這裡面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你要算怎麼樣 算體積對不對 對不對 因為不管你這個模子設計在怎麼好 你放去的原料 這個blank 它的總體積小於怎樣 你最後要成品要的體積的話 不管你設計在多完美 它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有 缺料 對不對 一定會有缺料 因為怎樣 金屬是可壓縮不可壓縮 你們學流體的話 對不對 流體的話 一個叫可壓縮流 一個叫不可壓縮流 空氣屬於可壓縮不可壓縮 可壓縮 對不對 所以你在學流體力學的話 空氣這方面 它是一門學科 然後呢 你回過頭來講 水可不可壓縮 水是不可壓縮 對不對 所以它又另外一個category 哪一個比較容易學 不可壓縮 對不對 那談到這個發電 不管你是核能發電 或者是我們用燃煤發電 所以裡面呢 它的媒體都是什麼東西 媒體什麼東西 蒸氣 對不對 我們利用蒸氣 它去推動渦輪 那個蒸氣呢 它本身 是過飽和蒸氣 所以它的壓力溫度都很高 那個蒸氣呢 在過程裡面 它是會膨脹的 所以它去做工 對不對 它是屬於可壓縮流的 好 現在回顧頭來講 我們現在在做的金屬 這個鍛造來講的話 金屬比水 更不容易被壓縮 對不對 所以還好它是比較容易去處理的一個對象 所以從你這樣來講的話 各位就知道 你要算Volume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 Undersize Blank的配料 所以Undersize就體積比我們要的不足的話 Undersize 會發生有缺口 沒有辦法填滿 那Undersize呢 Undersize呢 Undersize會怎麼辦 會發生什麼事 一定會跑出來 所以最完美的是怎樣 兩個相等 對不對 那會不會那麼完美 你可能要秤重的 對不對 你可以秤重 因為密度是不會改變嘛 你由秤重就是要它體積多少 但是會發生一個問題 你的體積那麼完完全全的Exact 可是材料會不會照你想要的完全那樣走 它可能會發生一個情況 這邊 有餘料出來了 這邊是不足的 這個叫做什麼 天不從人願 你希望那樣 但是 因為所有的Condition 那些摩擦 它可能就沒有辦法讓你得到那樣完整 所以我們一般 你都會怎樣 會Oversize 你寧願讓它Oversize Oversize的結果讓每一個地方都填滿 但多餘出來的 就旁邊溢出來 那個叫什麼 上次有講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有一個名詞叫什麼 Fresh 對不對 我們有時候叫飛鞭好了 上次我不是有帶Sample給各位看嗎 提出來的餘料 一大片對不對 那個餘料有沒有很均勻 沒有啊對不對 所以這邊就證明了 就是說它的流動 不是那麼uniform 不可能那麼uniform 好 所以在這邊的設計裡面 Close帶Forging的設計裡面 跟一般的帶一樣 它就什麼 有Dropped 有拔毛角 一定會存在 然後為了讓這個料 流動很順暢的話 每一個地方你看到都有圓角 在外面的叫什麼 外面的圓角叫什麼 Radius 內圓角叫什麼 你們現在學 字圖的話一定有吧 Radius 然後另外一個 考你們大一的東西 來 看哪一個同學答對了就加分 有沒有要自願打的 來 楊康你要打看看吧 不會吧 那字圖沒有教Radius 來我再頂看看 曹浩君來 來 外圓角內圓角 沒有 沒有這個東西 我們以前大一的話 這個是很重要的東西 而且我們 用玻璃這樣照過來 化的半死 我們現在用電腦已經很好 好這一位一位 來邵伯 邱邵伯 睡著 有來吧 我認得他 今天五一勞動節 各位太勞動了 來邵伯剛剛問了 相對於 我們的圓件 外圓角叫做Radius 內圓角呢 好 有沒有印象 有沒有印象 大一的時候 圖學應該有教這個東西 我們教都是很直覺 A班都只有 跟一個立體的圖 或是三四圖 還原到這樣 A班教很簡單 沒有教課書嗎 有啊 有啊 那就是 中文的 你們日子怎麼那麼好過呢 啊 我偷問一下 A班誰教的 不然你不用再講 好 那個內圓角叫 Filet F-I-R-E-T 有機會的話 你們換一下 換一下字典 F-I-R-E-T 這邊的就是內圓角 所以一定要圓角 一定要圓角 所以這材料在裡面呢 你要是一個尖角的話 一定會怎樣 就像你流體 對不對 你碰到尖銳的地方 那個地方會 會產生什麼東西 Stagnation 有沒有 就是那個地方會有滋留區 那邊是屬於死區 是不會流動的 Stagnation 好 那這邊比較特別的 這邊一個特別的地方 好 這邊 我要的弓箭的行動在這裡 那這邊是多餘出來的 也就是 那個餘料 我們剛剛講的 Flash 你要讓它流出來 有個餘料 餘料呢 會從這邊擠出來 從這邊擠出來 這邊畫出來是對稱的 但一般不會對稱 而且你360度來講的話 它可能都是 很random的 好 那這個餘料被擠出來呢 這一段 它叫land 這一段叫land 整個東西 這整個東西叫做gatter 你看它的斷面形狀 根根 我們現在下雨 外面不是在接水嗎 有一個水管在接水 那個叫gatter 接水的那個 那個潮叫gatter 好 那這gatter呢 它前面這一段叫land 它比較窄 後面這一段比較大 好 那它目的是怎樣 這裡面就有兩個東西 在發生了 當你被擠出來的時候 你希望 這個地方會有阻力 會有阻力 好像篩子 我上次不是提到嗎 Flash它有一個作用 它像一個篩子一樣 增加兩端的阻力呢 那你在繼續壓下來的時候 材料會往 往有空隙的地方擠出去 對不對 好 所以它有一個正面作用 可是它的護面作用怎樣 它變成是一個摩擦力會消耗很大的地方 所以這邊要取到一個平衡點 我要是說這個land很長 那我的阻塞的壓力夠大 可能超過我需要的 好 那我要耗掉的能量 我要用的設備的大小 又要 不經濟了 好 所以我這邊就設計一個後面比較大的一個gather 讓它 流過來的時候 它怎樣 沒有接觸了 我容許它流過去 但這個地方沒有接觸了 好 所以那個設計呢 你要說它究竟 這gather 讓它流多厚 讓它流多長 好 那就以前來講的話 就要問師傅了 師傅說 啊你就流多長 那你要問他為什麼 他說我也不知道 對不對 你就照這樣做就是最佳 但各位你們現在 你們要知道how 你們不能跟老師傅一樣 對不對 只要做得出來不是 你要知道how and why 要憑什麼 上次跟各位講 你們很重要的工具是什麼 有限元素 它可以讓你模擬 你說 這樣是不是最佳 沒有關係 我就模擬看看 對不對 一壓下去 他就開始流動給你看 好 壓了三秒之後 他填重到哪裡 那整個過程 壓完了之後 結果出來了 你可以做什麼 Animation 你可以做Animation 可以看他 你模子沒有辦法切開來看他 怎麼壓對不對 但是 我們現在做出來的 電腦軟體 你要看哪一個斷面 都可以看得到 哪一點的壓力 哪一點的溫度 通通有 好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 就比那個老師傅 更上一層樓 好 你知道 why 你知道how ok 好 好 那這邊值得跟各位談的一件事情 好 好 好 當我們在做Casting的時候 你你這邊有Blank一個配料 一樣 圓棒棒彩 好 各位再回溯一下 我當時在介紹forging的時候 介紹金層成型的時候有沒有拿一個氣缸連桿給各位看 不是食物 我問了一堆問題有沒有 好 connecting rods 那 我們呢 當時connecting rods 這邊有沒有 從一個 圓棒的配料 我們第一件 第一件事情呢 要把材料做分配 因為那個連桿呢 他的材料形狀 他不是很均勻的 哪邊是粗 哪一邊是細 兩端雖然粗一點 可是呢 兩邊的 粗的程度不太一樣 所以呢 我們是需要做怎樣 像類似這樣的一個 鍛造 我要是說 這個工具 鍛造的工具 他是一個 圓弧 一壓下去的話材料會往兩邊擠 對不對 材料會往兩邊分配出去 往過來呢 他是一個convex 這個叫convex 這個叫convex 所以你一壓下去的話 材料往中間集中 好 所以類似的 模具 我們在做怎樣 材料的分配 材料的分配 好 好那剛剛講 就是說 我們鍛造完 壁模鍛造完了之後 會有什麼 毛邊 那毛邊怎麼辦 毛邊怎麼辦 你會拿一個什麼 挫刀慢慢挫嗎 來不及了 對不對 你挫完的話 人家已經賣了 賣了兩箱出去了 怎麼辦 這個叫一個trimming袋 修 修邊的一個模式 我就做一個模式 好 他的邊緣 就跟他剛好是切齊的 所以呢 從上面一壓下來之後 剛好怎麼樣 產生一個剪切力 沿著他的輪廓外邊 就等著 一次就切乾淨了 好 一次就切乾淨了 所以一道的程序 把需要剪的這些 邊全部切齊 好 這個叫trimming trim就在修邊的 好 這些計算的 好力量的東西 各位自己看 我不去特別談他 好那這邊是給各位看一下 Close-type forging Close-type forging裡面呢 一個叫true cross-type 必磨鍛造 然後再一個什麼 真必磨鍛造 差別在哪裡 差別在哪裡 他這邊告訴各位 fresh does not form fresh does not form 這就是我們剛剛講的 是idea case 是個理想狀況 對不對 你要做到這樣 那要 花 很多的 力氣在裡面 好那這邊給各位看 我這邊一壓下來 他剛剛好 在模式的 這個磨穴裡面通通填滿 然後這邊也沒有毛邊 那真的是太圓滿了 對不對 那這邊也一樣 好所以呢 你看看 他是圓磅 一壓下來 在模式的兩端通填滿 所以他那麼有把握 所以他也沒有設計 我們剛剛講的 Gutter 對不對 就沒有Gutter的設計進來了 好 好這邊告訴你 Underside sprain prevent the complete feeling of the die cavity prevent 其實告訴你 填不滿 他就填不滿 好 好 那所謂的 True cross-type forging呢 那當然 那個叫做什麼 精密鍛造 做出來的東西 你根本不需要 Trim 那些flash 但是他告訴你 Precision forging 需要什麼 Special and more compact styles 好 所以剛剛講的那個模具 你要讓他怎麼樣流動 很順暢 所以他的設計呢 是比較複雜的 Precision control of the blank Volume and shape 這個就來了 Volume是一件事情 Shape 形狀要對 所以呢 你剛剛只有弄一個 怎麼樣 圓磅型的 Sorry 不見得可以符合 True cross-type forging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究竟他的中間形狀 需要的 Shape是什麼的話 You must determine by yourself 有沒有方法可以去 把它找出來 當然 現在對 對各位來講的話 你做一個圓磅 或者是做一個圓錐 這個圓錐 Simulation 看能不能達到這個結果 所以你可能要Iteration 好幾次Iteration 找到你要的形狀出來 好 Shape跟Volume是一個重要的 來 還有Accurate positional blank In a direct cavity 你體積也對了 對不對 行動也對了 你放的位置偏一點點就 Sorry 這一定可以理解得到 對不對 它流動一定跟你 Initial condition Initial position 會有關係的 所以這三個 是一個重要的因子在裡面 好 所以你看看 你今天沒有錯 你很想做到什麼 精密鍛造 你要做到True cross-type forcing 但是 食物上這些東西 你要能夠掌握到 要掌握到 好 好 我們在講說True cross-type forcing 這邊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Coining Coining Coining就是怎麼樣 這個 這個 這個字成叫Coining 那你就把ing把它消掉 你就知道它在幹嘛 它就什麼 在鑄臂 你在中央印製場 或者是你到國外去旅行 常常 你可以去參觀他們的 制閉場 你做的這個硬幣呢 保證 它是不需要 不會有削的 不會有削的 它一定要設計到那麼精密 讓它達到我們剛剛講的 True cross-type True cross-type 所以呢 這個模子 它其實上面的marking 還有 很淺的一個形狀 好 那這個process True cross-type 用到 用到我們的硬幣上面的一個製作 就叫Coining 但對一般的True cross-type forging 跟Coining 有一點點的差別 我們常常在 在鍛造的時候 你一定要加什麼 潤滑油 要加潤滑油 好 但是在做Coining的時候 Sorry 你不可以加潤滑油 你要加 任何一點點的潤滑油上去的話 一壓下去 那個殘留的潤滑油呢 就會怎樣 它留在模具上面對不對 一壓下去 那個潤滑油沒有被擠掉的話 它發生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情 就會凹一個洞 就會凹一個洞 那個就叫做什麼 就是瑕疵的 瑕疵的 銅板 對不對 可能 國護的頭就多了一個洞 或者他鼻子不見 原因是什麼 那個潤滑油是 可壓縮不可壓縮 不可壓縮 好 我們 在我們的元件比較大的時候 你 感覺不出來 當這麼微細 微細的 那個marking 那個頭也是一個 很淺的一個marking 對不對 你只要沾上任何一個不乾淨的東西的話 它就會 留下一個 cavity在上面 好 這是主要的原因 好 Heading Heading叫什麼 喔 剛剛講的 就把ing把它削掉 所以呢 只剩下什麼 頭嘛 對不對 就叫斷頭 不是那個斷 斷造的斷 好 好 你要製造出 頭部的形狀出來 所以以這邊的case來講 我們在produce什麼東西 Bowhead 羅帽頭 六角羅帽 好 所以那個六角形的頭 它是用斷造出來的 所以你要做一個模子 它是 磨屑是六角形的 所以你買得到的 這個羅帽六角形的 Sorry 它不是機械工廠 用這樣子 加工把它削 削出來的 來不及 太貴 行動不精準 好 那用斷造的話 它速度非常的快 但以六角的 羅帽 來講的話 它是一次 就把它斷完嗎 不是 那以這邊的例子來講 它分成怎樣 三道 好 那就這個叫什麼 三個工程 三個engineering steps 好 第一段 因為六角羅帽 它頭部呢 它的頭部的 是比較大的 所以它材料怎麼樣 要往 前面集中 好 所以我們剛剛在講 就是說你要先 先考慮什麼 材料的分配 但一次還沒有辦法 讓它分配到位 所以還有第二次 好 所以你真的要達到 做到最後一道的時候 你就開始想 我是一個製造工程師的話 我的模子要分幾道 每一道的形狀 是什麼樣 比較好 只能說比較好 為什麼是比較好 因為 你 他 我 我們 在不一樣的空間 我們設計出來的東西 一定不一樣 絕對不可能是一樣的 一樣絕對是作弊的 兩個 雙胞胎 這個可能做過測試 兩個雙胞胎 叫他設計同一個東西的話 SORRY還一樣 倒是可能不一樣多 中間的這個形狀 絕對不會一樣 絕對不會一樣 註壁啊 他是 以仏咒升級的嗎 他先打出一個 這樣大小的原本 然後再去壓 註壁啊 好 楊康在問說 註壁 註壁 註壁到底沒有那麼複雜 他的呢 他的呢 各位看一下 你的 銅板 不管哪一國的銅板 好 哪一國的銅板 都一樣 是啊 是圓的 對不對 古代可能也不是圓的 對不對 好 圓了 所以呢 第2 他就本來就是 有胚料對不對 胚料可能還是一樣 磅材 切 我們要的厚度 切了要的厚度之後 那就變成他的胚料 好 那厚度會控制很精準 好 打上去 一次就完成 他就不需要再分那麼多道 因為 老實講他的形狀很簡單 他要的形狀又很淺 所以他的 features 這個叫特徵是這個樣子 一到就可以完成 好 好 那這個講piercing 這比較簡單的概念 我在鍛造的時候 那個沖頭呢 比你的胚料來的小的話 一打上去 一定是 打一個奧穴 好 這個叫piercing 好 在剛剛 羅帽頭 我們有時候羅帽頭上面會怎麼樣 你買的那個螺絲 他不見得你是從邊邊這樣子去上井 有沒有 有一種 有一種上井的方法是這樣 他在 他在在端面的地方做一個凹陷的六角形 好 然後你去上井呢 好 不是用spanner 不是用spanner spanner是一個 六角形的一半 對不對 然後去旋轉 好 你用的是怎樣 有一串 也是六角形的 那個叫什麼 Alan key 那叫Alan key 把它插進去 然後轉它 好 所以你在端面呢 就要怎麼樣 變成要有六角形 好 我們就是用 利用這種piercing 打下去打一個六角形 好 他這樣就線 線出一個坑出來 好 那這邊就是 把剛剛講的forging 講的piercing 把它結合在一起 一樣圓棒 好 我這邊是最重要的弓箭形狀 對不對 它分成steps 好像你在拜拜的那個那個櫃一樣 有直徑大的 直徑小的 這樣子 各種不一樣的直徑 但是它是 一個元件打出來 所以你看看 它分成 三道 四道 到四道的話 把它整個形狀 統統打出來 好 就剛剛講的 你材料的分配 然後什麼heading 那最後一道呢 是打piercing 打到一個孔 打出來 好 那這個都怎樣 cold forging 它用冷斷就可以了 因為這弓箭第一個沒有太大 沒有太大 所以呢 不需要加溫 因為要讓它變形的話 要讓它變形的話 不會太困難 好 所以用cold 方式就可以達到我們最要的目的 好 好 打一个洞 我现在就是说 我的这个头上面 已经有磕形状了 所以打上去 不是一个洞 而是怎么样 磕一个形状上去 那叫Hopping 但这个Hopping 它是一个 Pressing 把它压进去 所以它像Forge一样 那这个Hopping 它压的 它压的情况 一般来讲 不是说要求的很精密 这样讲 我刚刚讲说 它类似于Piercing 你先把它想象 这样Piercing下去 是一个槽 但是我以为是 高高低低的话 里面就有形状 那里面有形状的话 代表这边是一个什么东西 它就是一个磨屑 有高低就有形状 就有磨屑 那我们要做一个模子 就是怎么样 从你铸造上来讲 到现在来讲 模子就是怎么样 上下工模跟母模 所以你要一个打工模 一个打母模 两个合在一起 就是变成你要的模具 那你可以想象得到 当我刚刚讲的 用Hopping 打出来上模 打出来下模的话 你看 打一个螺帽 啪一下子就打出来 对不对 所以我要打一个模子 也啪一下就出来 代表怎么样 模子本来就要大量生产的 而且我可以用快速的 制造模子的话 那代表这个怎么样 这生产是怎么样 很快速的 很便宜的 那一定是 大家都很喜欢吧 对不对 什么情况会用到这样的模子 一定做出来的东西怎样 很便宜的 哪边会有看到这样的 例如 各位一定都买过了 我都被送过了 Seven一定送你一堆公仔 麦当劳 他还送你有的没的 那个怎样 他为什么可以送你 对他来讲不值钱 对他来讲不值钱 为什么可以不值钱 他生产速度可以很快 但东西很小 你说那个是不是摄出什么型 不一定 上次你有没有看到我弄的细胶膜 有没有 细胶的膜子 所以呢 他可以是 你看你的材料 你材料可能 比如说细胶的 用人工的一罐罐罐罐罐 一直像挤牙膏挤完就结束了 好那现在回头来讲 第一个他东西小 所以他这样可以做得出来 第二个 你们拿到东西的话 你会看他精密度好吗 你就看他很可爱就好了 对不对 他可能会跑掉了 可能模子没有对齐了 你也不care对不对 反正你拿给女朋友 他玩一玩也就丢了 所以这个刚刚讲的 你在做的 哈饼的模子 他等于在做什么 大量生产模子 那他也不管模子的寿命好不好 不管模子怎样 精不精密 那个就是纯粹为好玩的 这叫哈饼 好那再来一个叫 orbital forging 什么叫orbital 英文来讲 orbital是什么 轨道对不对 好那什么是轨道 我们来看一下 这张图来看会比较清楚一点 今天我要做一个锻造 我锻造的弓箭 长得像怎么样 闪状的齿轮 以这个为一个exemple 各位知道 在动汽车的传动 动力系统的 这个叫transmission 或者叫power train里面 很重要的 你在传动动力 对不对 引擎出来的动力 传递出去 传到两个车走的话 那个叉速盘 叉速盘里面 闪行齿轮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现在就是说 闪行齿轮怎么做 它的配料也是一个圆棒 也是一个圆棒 那由圆棒要变成闪行齿轮 好 闪行齿轮的特征 形状特征 很薄 对不对 前面很薄 所以你要由整个圆棒去 车车轮轮 车到变成这个样子的话 太浪费了吧 所以用断照 而且你要做动力 power transmission的话 所以它的强度 它的韧性很重要 所以不只说 你由一个实心棒 把它车这样 车得出来 形状好看之外 可是你撕掉了 我们要求的 你偏一个pocus 强度 韧性 所以一定要经过 怎么样 断照 好 所以它的断照 各位看一下 它这个圆棒 经过二三四 pia 无 就完成了 好 所以问题是 二三四在做什么 二三四的动作 在这边发生 好 有没有同学 没有看过中药店 在干嘛 或者是到西药店 你们哪一天呢 想要买那个pill 药片 可是喉嚨真的很痛 吞不下去 所以它一定帮你做什么 做粉 对不对 所以它从药片做粉 它一定 它一定用什么东西去 去搅它 那个药跟旧 好 那你来看看 药跟旧的运动 它是不是一个做单点的接触 单点接触 然后怎么样 让它转动 这样的动作 这样动作就在我们的锻造里面拿来用 因为我要整体的一次成型的话 我太浪费我的能量了 不是说浪费能量 一次用的 一次用的设备的capacity要很大 所以它利用所谓单点成型的方式 然后怎么样 回转一圈 一面压延 一面旋转 然后这边旋转的轨迹 就是一个什么 orbital 就是你真的去做 磨那个药的话 你去照相 看它的轨迹的话 它不会是圆的 它是一个orbital 是一个轨道式的 所以这个才叫做一个orbital forging orbital forging 所以 我们opper guide moves along orbital paths 它是一个轨道的一个路径 好像pesto with motor 这个就是除跟旧 这文字一个除跟一个旧 然后我们pass form incrementally 它是渐进式的 让它变形 suitable for big shape parts 所以刚刚给各位谈到的 扇形齿轮呢 是一个最佳的一个说明 一个最佳说明 这一页就要讲incremental forging 所以那是类似的东西就不再谈了 先下课10分钟 下课完之后 我大概讲完rotary swaging 那两组就要上场了 它就是绿的一圈白的一圈 然后有薄的也厚的 所以这个就是跟配料一样 然后我就把它当成配料 放在你设计完的模式 一压挤进去 压完了 就这个成品 切两半 所以你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什么 流线 就看到流线 那你可以看到 你的模式设计的好不好 有毛边 但是还好 对不对 跑出一点点而已 所以这个就是做研究的方式 也没有什么大不了 对不对 所以念研究所 我们叫什么 piece of cake 就像你吃蛋糕一样 只要你吃到方法 你会用得到好的工具 就可以 所以这个 凭这个 你就可以拍出很多好的照片 然后做很多的分析 写出一堆的论文出来 论文是这样产生出来的 好 然后再看一下 true cross-type forcing 看看你 以前的学长 做了哪些事情 好 这个呢 我们就设计了一个形状 脚叉车的轮斧的形状 那同学就模式做出来了 你们的学长 一要丸 有没有毛边 有没有看到毛边 一堆毛边 毛边不均匀吧 对不对 但至少他形状就出来 对不对 OK了 那现在 我们的论文 一定要要求他 要去设计模具 设计要怎样 做出叫 true cross-type forcing 他终于做完了 所以他也毕业了 他只要 由这个做到这个 他就毕业了 但是 告诉各位 他过程蛮辛苦的 以他的例子来讲 他不是用什么 他不是用圆磅 他去拿一个 断面式长方形的 配料 压成中间的第一道工程 我们不是说材料要分配吗 他终于设计出来这样 有这样再压 压完就这样 这个中间不是三次五次就完成了 因为后来发现 就是说 原来这边把它修一个圆的 是有用的 它原来都是像下面那间的 那最不会工嘛 对不对 拿来 加工程我要的尺寸大小 体积算一算都对了 对不对 模子一压 总是哪边会缺一口 哪边会多出来 后来终于发现 这边修一个圆角 就解决事情了 当然他要做 有限源的模拟 他才发现 这样是有帮助的 所以 AVM那些分析 给他一些什么 方向 给他方向 好 这样有点概念 好 现在我们要进入 Sweighing Rotary Swaging 这个制程 好 这边告诉各位 我把一个Solid Rod 或一个Tube 他可能是一个圆棒 可能是一个 可能是一个管材 让他受到什么 Radial Impact 各位看看 我们现在一直在谈的锻造 最多的锻造方式 就是怎样 中心有一个轴 打下来 对不对 那个叫做 锻造机 一般都是这样 打一个冲层 那这个工作就结束了 那刚刚上课 上一堂课最终的时候 我们介绍什么 Orbital Forging 那是第二种 毕竟Orbital Forging 是比较少看到的 好 现在要讲一个 还算是比较常看到的 也就是说 有一个概念就出来了 我有很多的弓箭 都是走对称的 可是呢 我锻造的时候 打下去只有单向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 就是说 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对 有点不太对 我做出来的东西 一定会不均匀 因为力量 受的力量只有单向 但是我的弓箭是走对称 所以这个 这个逻辑就出来了 我可以不可以 对于走对称的东西 用走对称的radial force 来锻造它 因此 这个Rotary 是一个旋转的 一旋转的话 所以这个锻造呢 是一个radial impact 锻造都是impact force 它是镜像的一个模子 然后这样构成的一个设备 来做加工 当然你管材或者是棒材的话 一定是走对称 对不对 那究竟最后要什么形状 好 我们后面会来看 use to reduce diameter of tube 或 solid rod 你要减少它的直径 当然这是一个方法之一 有可能要用到新轴 menture sometimes require to control the shape and size of internal diameter of tubular parts 所以你这边要预期 可能会用到新轴 menture的新轴 好 我们来看一下细节 好 这边是一个示意图 当我这边来锻造的话 我锻造 打下去 对这个圆棒来讲的话 我一打下去 它怎么样 直径会变小 但我打 是怎样 沿着轴向一直打 不是只有打 打这样两个点而已 它呢 是整个圆周都有 它只是画了其中一小块 这边只是让给各位看到的 一小块 好 这是实际上的图 这是实际上的图 各位刚刚看到的一小块 发生在什么地方 这边 这边是上膜 这边是一个下膜 好 这边有没有写一个dice 好 这个带 这个带本身会旋转 本身会旋转 所以呢 它凭什么旋转 它把这个带 镶在这个 主轴上面 好 所以这个内缘 你看到这个整个内缘 它是一个spindle spindle at high speed rotation 所以这整个是一个设备 里面这边spindle在旋转 spindle里面挖一个槽 把 把呢 这个两片模子把它箱进去 除了箱 这两片模子之外 它 两边外面 三 跟这边写多少 这边也写三 这两片呢 是另外一个活动件 叫backer 它是一个支撑块 所以 活动件 等于这槽里面 我把这个spindle呢 挖了一个槽 这槽里面呢 放了四件东西 以轴化开来的话 这边有个dice 后面一个backer 这边也是这样 有个dice 后面一个backer 所以这四片呢 是活动件 这四片是活动件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它旋转的时候 发生了什么事情 backer subject to centrifugal force 它是一个活动件的 所以一旋转 一旋转 这个支撑件 它会怎样 它会怎样 会往外怎样 敌心力会把它甩出去 对不对 所以这边讲 会受到centriugal force and separate the dice 所以模子 模子也被甩开 所以模子 这个两个都活动件 所以是同时被甩开 所以模子中间就有缝隙 对不对 甩开来 然后backer's move inward and force the dice when encountering rows 所以你这边看懂的话 你整个动作你就看懂 这边是一个主轴 主轴外面怎么样 这边叫rows 它是一个圆棒 那你把它看懂是圆形的就对 这圆形呢 它会凸出来 会比你这边画了一个 内圆 对不对 然后这个row呢 刚好呢 会凸到这个内圆外面一点点 所以你没有碰到 你没有碰到圆棒的时候 你这边甩出来呢 它很smooth 刚好这边是弧形的 它会接住 对不对 可是它一旋转碰到row的话 row是固定的 row是固定的 一碰到row的时候 这个突出来上会怎样 会把它往inward一挤 会给它backer呢 会被挤到中间去了 所以这个又发生什么事情 两边就对打 因为两个row是怎样 在一个 一条线上 所以你看看 它一旋转 离开这个row的话 它又怎样 又被分离了 碰到这个row呢 又打一次 好 那有没有同学告诉我 它只要转一圈的话 打几次 打了几次 转一圈打12次 对 好 简单现在是什么 是高速旋转 3000rpm 就3000乘以12 所以这时候 你把配料去放在中间 对不对 一塞进去 你就听得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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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比那个打机关枪还快 啪啪啪啪啪啪 这样一直打 好 所以你把一个直径比较大的胚料打进去 放进去 一堆进去就好像你削铅笔的 削铅笔机一样 一拉出来就完了 就结束了 这个叫rotary swaging 我们看它可以做什么事情 它打的速度太快了 它是一个radial impact force 打的速度很快 所以这impact 每秒钟可以打20次 然后你要做的弓箭 每分钟可以做50键 一丢进去 一分钟做了50键 够快吧 Typical application Screwdriver break 各位你们到五金港去买的 Screwdriver 你的 那叫什么 Screwdriver怎么讲 螺丝起子 对不对 当你买到螺丝起子 你没有想到一件问题 我的螺丝起子要是很软的话 结果呢 螺丝没有锁进去 结果我那个头已经猫掉了 对不对 你买的太便宜了 买到大陆的 可能就这个样子 那个叫下场 你的下场就这样 对不对 好 那你有没有 你一定觉得说 我一定要把我的 螺丝起子 那个头做得很强很硬 他偏偏只有用到前面那一段而已啊 我需要不需要 用一个很好的材料 我用乌钢好了 你用那么贵干嘛 对不对 我只要头的部分 细的五杆 好 细的五杆 那 我那是比较嘛 对不对 我只要用一般的碳钢 那刚刚已经 一开始就告诉各位 当你用forging的时候 它的强度会提高 它的韧性会提高 所以我材料不用好的 而且我不需要整根都那么好 我只要什么 头部那么好 所以好 刚刚讲的制程就用上来了 好 我在我的螺丝起子的头部 一丢进去 打完了 行动也出来了 我要的机械 性质也完成了 so why not 一分钟可以做五十件 印钞票 比印钞票还快 就这么一回事 所以你只要设计好 这样一部设计器的话 那你就再做印钞机一样 好 第二个例子 soldering iron tips 你叫做电焊的时候 那个电焊头 因为温度太高 所以你需要强度 要够 一样 好 第二个 再下一个 Rifling in gun barrel 什么叫rifling Rifling 把它换译成中文叫什么 什么叫gum barrel 枪管 枪管 对不对 枪管里面是圆的吗 所以它里面有什么 那个叫rifling 叫来湖线 来湖线基本上它叫spiral groups spiral groups 所以你的子弹打出去 你的子弹会转弯 那就不好 对不对 你要让它 让它你打得准的话 不管你是 是小的这个手枪 或者是你的炮 你一定里面有来湖线 所以你打出去的炮弹 它是怎样 出去的话是怎样 速度要够快 对不对 然后再来 要旋转 好 所以很简单 我就是利用 有spiral groups 让我的子弹在 我的枪管里面 已经在旋转了 而且在加速旋转 出去的话是怎样 高转速的 就好像钻头一样 它一直转过去 那各位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要旋转 你们学的动力学告诉你 啊 弹道的稳定度 所以为什么卫星要旋转 一样道理 对不对 卫星在绕轨道的时候 不是就这样绕就好 它有自转 然后再加上空转 那个自转呢 你们回到动力学里面 它告诉你 stability 运动的稳定性 好 所以制造的话 就碰到你要做什么 friveling 来湖线 好 那来湖线就靠怎么样 我们刚刚讲的 swaging rotary swaging 我用一个 我用一个 我用一个mentro 这边刚刚讲的 螺丝起子 电焊头 然后手就放进 一把塞进去 好 好 管子在这边 管子打在 诶 半径变小 里面加了新轴之后 我可以做什么样 什么乾隆的硬币就做出来 对不对 乾隆硬币不是外面远的 中间四方形的吗 说不定在清朝 清朝原青的时候 就已经有 rotary swaging 不然你想看 缓过来 今天我不用rotary swaging的话 你们到机械工厂 这个就搞死你了 外面要远的 里面要四方的 我看看哪一个同学有本事 而且 四方形的 六方形的 然后这边呢 这个叫什么 sprime 是个酸槽 用的非常多 在动力传递里面 用非常多 这种内酸槽 这靠怎么样 跟我们刚刚讲的 rifling一样 我要靠 我里面的新轴 去断它 所以它成型会越精准 又会漂亮 好 这个就是新轴 它可以让你里面的半径 打成不一样的 出来 所以它断打是从外面 这样打进去的 所以打出来的形状 内部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外部可以有很多的变化 这个是在做什么 terbin plate 各位知道 在电厂里面 或者飞机 用的最关键的元件呢 就是 叶片 叶片 你要去 加工之前的话 你要去 做成这样的配料 加工前的配料 就是用NCT加工之前的配料 所以用什么 用圆棒 经过一道 rotary swaging 或者是这样的圆棒 这么小的圆棒 把它打到这样子出来 那这个材料 强度也够 而且这个材料用的是什么 钛合金 所以你不会浪费到很多的材料 所以这个形状 各位不要看 它可以有这么多的变化 这要靠制程才做得出来 好 这边是最后一个例子 我们在说 上次不是讲说 做无缝钢管吗 对不对 无缝钢管 做完的时候 那个钢管呢 你要怎么样 还要做一个 做一个盖子 把它锁紧 对不对 所以你的钢管 本来是一个 很平的一个tube 无缝的 所以你最后要怎样 缩口 你要缩口 所以你回到机械工厂 看得到那个氧气瓶 高压氧气瓶 一定有这个缩口 好 缩口怎么做 用rotary swaging 一道两道 把它打出来 把它打出来 这样是要换备口吗 都要换 要整组的 要整组换 所以这边有两道 完整的模具 在那边配合 好 各位对rotary swaging 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我们先两组同学 开始换你们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